这家金山商务宾馆有桑拿和足语服务 张女士说 她是22号下午2点多来的 当时客人不多 脱衣服脱下来之后 把衣服锁在柜子里面 柜子门一锁之后 我就转过去 本想去洗澡了 但是当时一下子出现了一个男的 那个男的就在里面在转悠转悠转呀 但是我第一反应以为我走错浴室了 张女士说 洗浴区锦铃更衣区里面都是单间淋浴 那个大伯看上去60多岁 当时一直在洗浴区这个位置转悠 他确定对方看到了他 就赶紧躲了起来 躲在边上 我看了他好久 他就在里面还在转悠转悠转 但是我看了一下边上有个女的在洗澡嘛 后来我就喊了那个老头 后来转悠了几圈之后 就慢慢地走出去了 他说哎呦这是女医师啊 张女士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 宾馆的管理存在很大问题 有写字啊 有写字的话 这边怎么说 有些岁数大的吧 可能自己也不认识什么的 也是有个别有些那天啊 比如说因为我们这边女士就在这边 男士就在这边 有时候搞有时候人忙的时候嘛 正好那个工作人员可能也不在 当中之后事情过后 我还报了个警的 报了个警警察过来之后 民警过来之后 他就是跟老板说了一下之后 叫我们自己协商的 跟他谈到一千五一千的 但是他当时也一直没同意 我老公就就在这 包括我们阿姨全部都先给他道歉的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嘛 然后后面到后面我们说 那我们把这个男的找出来 因为那个男的当时就在我们店里 他还在里面 他是真的走错了呀 走错了 然后那么他还在里面休息啊 就洗澡干嘛的 人家没那么快走的 我们说那我们把这个男的叫出来 他不要 我不要道歉 我不要对对不起 这是他自己说的 他最开始跟我老公说的是两千 我老公不同意 不同意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跟你讲 我一开始就是主动的提出要赔偿的 我说赔他五百块钱 我们作为店里的一个歉意 我保持一些我不变 最后经过协商 金山商务宾馆答应赔偿一千块钱 并加强宾馆管理 张女士表示接受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